大家好 歡迎收看全國北勇 我是主持人徐國勇 今天網路媒體經釋出最新的民調 耐清得二十六點六趴 侯友宜二十四點七趴 哇 差距很小 那客運者二十一點一趴 差距也差不多都在誤差範圍內 這個結果是蠻有趣的 耐清得雖然第一名 但並不是遙遙領先 侯友宜也有可能會被柯文哲給追上 三個人呈現勢均立敵的膠著的一個狀態 這透露了怎麼樣的訊息 另外我們看到美國智庫學者葛萊儀 他說北京不熟悉侯友宜 不熟悉所以對他沒有信心 所以可能比較傾向支持柯文哲 換句話講 北京對柯文哲是比較有信心的 哇 真的是檳榔嗎 有人這麼問 但是對柯文哲公平嗎 柯文哲似乎有點享受吧 不曉得 這個值得大家來探討 另外我們看到在年輕人之間 柯文哲似乎比較受到歡迎 因為他無厘頭的這種講法比較受到歡迎嗎 反過來看看侯友宜去大學演講 還要學校用加分來吸引學生來聽他演講 這什麼意思呢 換句話講 年輕人不喜歡他嗎 所以只好用誘因 可是這樣子合法嗎 所以大家都來看 另外又看到了聽說 韓國瑜郭台銘不約兒童取消了明天在高雄的行程 為什麼呢 不想看侯友宜見面 是不是這樣子呢 讓侯友宜孤零零的唱獨角戲 更糟糕的是 今天爆出了新北市前任的石定區的區長 長期收賄 圖利特定廠商 一收賄 聽說前後長達四年 都在侯友宜任內 所以大家要問 他現在被收押漸漸漸了 根據報導 這位區長平常極為囂張 對外都說 我就是侯友宜的愛將 文大侯友宜宿舍的問題引起這麼大的爭議 這種區長 侯友宜 你要不要出來回應呢 到我們現在錄影為止 沒有看到他回應 這些我們今天要來深入探討 現在我來介紹我們今天的來賓 第一位是我們的臺中市議員 周永宏 永宏 永宏 大家好 第二位是我們臺北市議員 我們的趙宜翔 宜翔 永宏 大家好 我們的立法委員 羅資政 自政 永宏 大家好 我們財經專家 徐清晃 清晃 永宏 大家好 我們的桃園市議員 林濤 林濤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們的政治評論員 張宜珊 永宏 大家好 大家來看一下美國人 美國的學者 美國智庫怎麼看台灣的大選 我認為我是一個有辦法跟美國溝通 也有辦法跟中國溝通的人 出席2024競選小物記者會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自誇對美中兩國都能溝通 會這麼自信滿滿 正是因為華府兩岸專家葛萊儀的這段話 葛萊儀出席華府智庫布魯金斯研究所活動指出 副總統來清德過去發言讓北京緊張 加上民進黨被視為傾向獨立 至於侯友宜 北京也對他感到不安 他是本土台灣人 中國並不熟悉 相較之下 柯文哲在台北市長任內 透過雙城論壇與中國有合作交流 因此北京對他熟悉 格萊儀認為比起其他兩人 北京比較願意支持柯文哲 我希望台灣是中美溝通的橋梁 不是中美對抗的棋子 我解讀他的話就是說 在所有候選人當中 柯文哲是最能夠跟中美兩邊都能夠溝通的人 兩岸的交往 一定要在平等 尊能友善的底下 大家採取對話跟交流方式 彼此避免誤會降低衝突 那兩岸就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 大家好好去讓兩岸能夠和平的走下去 沒有正面回應葛萊儀的評論 侯友宜再提要讓兩岸好好嫌下去 學者則認為侯友宜習慣打太極 加上對九月共識的態度暧昧不清 成為北京當局最大顧慮 藍白之間現在是要競爭老二 侯友宜他的這個疲軟不正的問題 牽扯到了國民黨內部的團結問題 侯友宜對跟這個相關派系大佬之間的這種紛爭 侯友宜沒辦法吸引年輕選票 而這些東西都是柯文哲有可能從中獲取利益 很有可能柯文哲就此超車侯友宜 我們看一下今天出來最新的民調 總統大選支持度 你要投哪一個呢 好 這三個人 耐清德二十六點六 贏了侯友宜二十四點七 哎呀 只贏了一點九 贏兩趴左右 然後接下來柯文哲二十一點一 侯友宜只贏他三點六 也就是柯文哲追上來 侯友宜雖然落後 但差距不大 所以耐清德領先的極為有限 我們再看柯萊宜怎麼講 柯萊宜其實對台灣對中國相當相當熟悉的一個學者 他說北京因為不熟悉侯友宜 所以傾向支持柯文哲 因為不熟悉侯友宜 所以對侯友宜沒有信心 所以對柯文哲有信心要支持他 欸 是真的嗎 為什麼柯文哲會得到北京的青睞呢 年輕人這樣子會喜歡柯文哲嗎 開始大家都在問了 說在美中台之間成為最好的溝通橋樑 他自己講的 真的嗎 你跟美國有辦法溝通嗎 還是說你跟中國關係不錯 哇 那這個問題可就大了 慶王怎麼看 對 這個很明顯 我們從兩個部分來看 第一個是葛萊宜 今天葛萊宜講這個話 我也是嚇一跳 為什麼 因為他等於是講得非常直接 他說因為北京不是很熟悉 國民黨的侯友宜 所以呢對於柯文哲 因為畢竟之前兩岸互動的時候呢 這柯文哲很堅持跟上海之間要辦兩岸論壇嘛 堅持了好幾年 那所以呢這個看起來北京認為 跟柯文哲之間比較比較熟 所以他比較傾向於 北京比較傾向於信任柯文哲 所以柯文哲就順勢把球接過來說 在美中台之間呢 可以成為最好的溝通橋樑 但等等 是北京認為你柯文哲 是他最好的想選擇的對象 不代表美國也選擇你柯文哲 作為最好的溝通對象 所以他這個叫做把美國拉進來這個 叫做不正當連結 對 不正當連結 勇哥講得非常好 因為他這裡面北京說我跟柯文哲很好 但不等於美國說我跟柯文哲也很好 就像說有一塊肉擺在你面前 你就說所有的肉通通在我的面前 拍謝你那塊只是豬肉 還有牛肉羊肉 還有這麼多的肉 所有的肉都在你面前嗎 這個就是不正當連結 對 所以柯文哲那塊肉是屬於他 他跟北京之間連結的那塊肉 這是不同的肉 所以柯文哲講這句話的邏輯本身 就已經跳太多了 那再加上各位去想一件事情 北京說他跟柯文哲之間 可以溝通得很好 但是大家問的事情是 那你跟美國之間可以溝通得很好嗎 請不要忘了 在現在美中我們講說兩強在對峙的時候 很多議題是由不得你選邊站的 我舉個最簡單的例子 什麼例子呢 美國今天如果要封鎖中國關於先進製程 晶圓的設備使用的話 請問你臺灣要接受還是不接受 這是一個現實的問題嗎 你臺灣就要選擇你要配合美國 還是不要配合美國 這時候你沒有模糊的空間 你是一定要選邊站 當你選擇你說我不接受美國的做法 我覺得我就是要出貨給中國 好啦 那如果美國對你要實施 持出相關的制裁的時候 請問那你臺灣怎麼辦 他要制裁你是一定可以制裁你 你臺灣的廠商就跟著一定受害 所以很多事情是沒有選擇的空間 你就是一定要選邊站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說 你要怎麼樣在美中臺之間成為最好溝通強調 坦白說我是打個問號 但是回到勇哥剛剛前面所說的民調 在這份放言的民調裡面 其實他有幾個這個 我從裡面看到的狀況 第一個是一定會投票的人 你可以看得到賴清德的優勢 因為剛剛勇哥前面出這個民調的部分 看起來不是一定會投票的人 如果是用一定會投票的人去看的話 賴清德支持度是三十四趴 然後這個侯以支持度是二十九點六趴 柯文則是二十二點三趴 所以賴清德跟侯以之間的差距 是拉到了四點五Percent左右 但是我們要觀察的是什麼呢 我們要觀察的是下一個指標 這個指標是用趨勢來看的 因為這是二月份跟五月份 跟這次相比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到一些端倪 什麼端倪呢 來第一個賴清德制度 從二月到現在的時候是下降了三點八個Percent 也就是賴清德制度跟二月 比起來是稍微往下降 就放言這份民調來看 第二個是侯以制度掉更多 怎麼說掉更多 在二月的時候呢 同一個民調侯友宜是贏賴清德 贏大概三點四個Percent左右 但是到了這個月五月的時候呢 侯友宜的支持度呢 從三十三點八下降到五月變成二十四點七 降了九點一Percent 所以他下降的幅度非常的大 然後呢對於柯文則來講 則是維持平盤 他增加了一點二Percent左右 但是呢不表態未勝出的部分呢 從十六趴增加到了十二十七點六趴 所以你從裡面可以看到一個趨勢就是說 這個賴清德他的民調小降 但侯友宜是降非常多 那侯友宜降很多這件事情呢 跟最近各家民調趨勢搭在一起看的話 這件事情其實是可以看得出來的 但另外一個我覺得可以要觀察指標是什麼 是這個問卷 這次放言的問卷特別問了一個問題 他有問說上一次投給蔡英文的人 在這些人裡面 在這次還都支持民進黨的這個推出來的賴清德嗎 那上一次投給韓國瑜的人 在這次有都投給國民黨的侯友宜嗎 從裡面看到一個狀況 各位看一下這個圖 這個圖裡面呢 上一次投給蔡英文的 我們知道有這個八百七七萬票 算是臺灣這個總統的得票率 史上以來得票數最高的 那結果八百七七萬的支持裡面 你看到在這裡面投給蔡英文的人 仍然支持要支持賴清德的是五十四Percent 可是在這八百七七萬票裡面呢 選擇支持克文哲的有十八點五趴 選擇支持侯友宜的有十三趴 等於大概有三十一點五趴 上一次投給蔡英文的人裡面 這三十一點五趴看起來是跑掉了 所以等於說這個部分呢 對於民進黨來講呢 這是另外一個隱憂的存在 那如果是上次投給那個韓國瑜的人呢 在這次仍然堅持要投給侯友宜的 是六十五點六趴 可是投給韓國瑜的人裡面 竟然有十九點二趴 將近兩成的比例 他是要投給柯文哲的 換言之對於藍營來講 他的狀況就是呢 看起來很多難贏的選擇要投給柯文哲 而不是繼續投給侯友宜 但是對於賴清德來講 他的風險是對於上一次的英粉 看起來有很多呢 並沒有完全留在賴清德這個地方 所以這個對賴清德來講呢 那個也是一個隱憂的存在 看到了這些民調的分析 那我們進步還要再看看 這民調到底透露出民進黨有怎麼樣緊張的端倪 這個我們要了解 所以包括柯文哲 柯文哲為什麼得到北京的青睞呢 想一下 那其中曾經在民眾黨待過的異散 我們來看你們以前的民眾黨 你們這個柯文哲 竟然北京會青睞他 然後他就不正當連結說 還有連美國好像他都可以溝通 這個倒是很奇怪 對 葛萊伊的談話其實有三個重點 大家如果仔細看的話 第一個談話叫做中國可能在侯跟賴中間 侯跟柯中間選擇 那侯跟柯選擇 那現在比較傾向柯文哲 為什麼呢 因為侯友宜的兩岸政策他不熟悉 其實如果外交辭令 尤其外交官宜翔在這邊 他們其實談的話裡面的話中有話 他其實在講的是說 侯友宜你對於兩岸外交的政策裡面 其實沒有清楚的表達清楚 所以北京對你的親中的態度 是有疑慮的 因為國民黨親中大家都知道 尤其是九二共識 明顯的賴清德說侯友宜說九二共識 但是賴清德做了一個球給侯友宜接 說你就支持九二共識就好 但是侯友宜並不敢接 他說我們大家都在所謂的 一個中華民國底下 那大家是什麼 大家也可能是湖南人 也可能是貴州人 也可能是台灣人 所以所謂的大家他是模糊的 這也是北京對於侯友宜目前還不願意表態 九二共識的疑慮 所以但是柯文哲相對來講是清楚的 因為在八年期間他為了舉辦雙 雙城論壇 他其實是配合了習近平講出兩岸一家親 這個是習近平對於所謂的 台灣政治人物的所謂的一個通關密語 就是兩岸一家親 柯文哲嘴巴裡面講出來 其實就是獲得習近平的認可 也就是說在葛萊怡談到中國的態度的時候 其實是知道了中國對在賴跟在侯跟柯中間 其實是在意識形態上是傾向柯文哲的 也就是說柯文哲比侯友宜更輕忠 在侯友宜在表態之前認為柯文哲是比較輕忠 第二個中國也看到最近的民調趨勢嘛 也就是說侯不斷的往下降 柯不斷的往上升 在放眼的民調裡面就突顯這個趨勢 這個趨勢就是侯友宜將近掉了九趴嘛 柯文哲得到了兩趴嘛 那很大一部分叫未表態 這叫郭台銘效應 因為這三個月裡面 其實大家看到就是郭台銘不斷的動作 郭台銘的不斷的動作 當候選人沒有郭台銘的時候 很大一部分所謂的移動到了不表態 這些不表態的賴占了四趴 那侯友宜占了九趴 唯一得力的是誰 柯文哲搶了兩趴 也就是說柯文哲在郭台銘不參選的情況下 他有可能緊起直追侯友宜 這個是中國看到的這個趨勢 所以中國也看到這個趨勢的時候 會不會這個葛萊怡提醒大家的 會不會在選戰最後中國介入台灣的選舉 操作棄保 這也是民進黨必須去擔心的問題 也就是說葛萊怡今天談到這個談話 其實在提醒台灣 你們有三個候選人 三個主要候選人 有兩組是親中的 只有賴清德是舉較挺臺派 所謂的臺灣派這派的時候 你們臺灣的選擇是要選哪邊 如果中國在做決定的時候 他可能在選戰最後利用他的資源 利用他的恐嚇 利用他的文攻武嚇 進行所謂的操作棄保的時候 你臺灣人的選擇會是哪邊 這個就很清楚 這是葛萊怡談話的目的 好 我們看到了相關的分析 大家這樣了解了吧 所以以前年輕人說檳榔檳榔 我現在終於了解什麼叫檳榔 我以前還聽不太懂 現在聽到了 好 檳榔就檳榔 我們再來看看 大家看 密造焦點團體訪談備戰 年輕人一句話 侯瑩笑了 怎麼一回事呢 人家問年輕人說 侯友宜像不像政治人物的時候 年輕人的答案卻是一面倒的說 不像耶 侯友宜倒像是路人 就侯瑩笑了 笑的是高興還是不高興 我們仔細看了內容 發現他是啼笑皆非的笑了 這個有意思 路人 路人是什麼意思呢 等一下我們年輕人會告訴大家 明家論壇裡面黃創夏提到說 路人甲一個問號 他說侯友宜憑什麼選總統呢 我們看看這一段話 他說說來說去全部是廢話 這樣的寫照絕對是他未來的人設定位 別說期待他領導政府了 對他領導新北市 從副市長到市長這十多年來 毫無印象 年輕人毫無印象 所以說像是路人 路人是什麼意思呢 不相干的人啊 好我們再看看 那路人要去演講 要去哪裡演講 要去淡江大學演講 淡江大學的學生提報說 出席侯友宜演說 期末成績加五分 拜託給期末成績加五分 你要這五分多難啊 要考試要五分多難呢 校方回應了 校方怎麼講 淡大校方回應說 出席論壇加分的建議 僅在文學院細物會議上被提出 但最終沒有獲得文學院院長及授課老師的支持 所以沒有所謂到場期末成績加五分一試 不過你會不會默默的加 現在公開否認私底下還是告訴你 我們還是會這麼操作 現在學生在懷疑這個啦 你要講要講清楚啦 所以你再看淡大學生提報出席侯友宜演講 期末加五分 連藍軍的立委都說非常不適宜 已經不是拍馬屁 是拍猴屁了 我們這個年輕人有個年輕的議員 逸祥怎麼看 勇哥我先講一下那個柯文哲狀況 我在帶到這個年輕人對於侯友宜 對他沒有印象這件事情 其實我先說我原諒這個柯文哲 因為我覺得柯文哲 他外語能力可能不是很好 所以他聽不太同葛萊在說什麼 其實葛萊跟我很熟 他上一陣子來臺灣的時候 我們還進行了一個對談 他也跟我聊了一下 他對於臺灣政治環境的一些觀察等等 但是因為是閉門 我就不足以贅述 但針對這個部分非常清楚 為什麼中國會希望這個柯文哲可以當選 很簡單嘛 中國只有一個企圖就是統一嘛 他認為任何的政治如果可以幫他統一 就是值得支持嘛 就這麼簡單嘛 今天中國支持柯文哲 就是認為中國比較 認為柯文哲是好操弄 柯文哲是可以幫助他們完成 統一這樣子的基層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今天柯文哲揚揚得意說 這個代表我好像在美中之間 可以溝通交流等等 我就說我原諒你 因為我覺得你的外文能力可能有限 這個也不強求 但是我今天跟你說 確實的狀況就是中國這樣子認知 為什麼會這麼清楚呢 其實現在格拉伊在同一場活動當中 他還提到四點 他提到說他認為接下來 我們可能看到中國會影響我們的選舉 做出第一個動員台商來投票 第二個持續質疑民進黨政府 這幾年來的相關政績 第三個持續散佈這樣子的以美論 這也是格拉伊提出的 所以格拉伊已經認定 你今天中國對台灣的選舉 是有企圖 是有目標 那你柯文哲是被設為配合這樣子的企圖 跟目標 那你還洋洋得意什麼 所以我認為其實今天我自己說了 這個身為年輕人 剛剛詠哥提到 我認為其實柯文哲是 我很擔心柯文哲 而且我認為他其實是一個非常大的潛在危機 為什麼呢 為什麼中國會一直希望說這個柯文哲可以當選 簡單說他今天出來講說兩岸不重要 你表現你兩岸啊 甚至於講說強國等劇等等等等 跟大家說你今天你認為你兩岸聽了很累了 每天都藍綠鬥爭等等 你就投給我 你不用推聽兩岸的事務 但重點是什麼 你不講兩岸兩岸會議題會消失嗎 習近平會放棄企圖嗎 中國會撤掉飛彈嗎 都不會嘛 所以今天他希望柯文哲可以當選 就是柯文哲說兩岸不重要 我們不用重視國防 不用重視所有這些保護臺灣的措施 所以因此中國覺得說 好就是這樣投給你支持你 所以今天講到這個焦點團體 其實這也就是侯友誼 其實換句話說 其實說實在也是民進黨的一個潛在危機 但針對侯友誼 我覺得是更重要的危機 就是說今天你看很多年前 你就買柯文哲這一套 因為你柯文哲說 你投給我就不用想這件事情 我每天關心在民生議題 我也認同民生議題很重要啊 經濟議題交通議題很重要 但國防議題不重要嗎 當然也重要嘛 對不對 但是你今天侯友誼 大家對你的印象 就是說你對於所有這些議題 從安全議題到兩項議題到民生議題 你有印象啊 你今天很像什麼 很像電動玩具裡面 那種非玩家的角色 我們曾經不是有一個電影嗎 為什麼是非玩家角色 就不是人可以控制嘛 那為什麼不是人可以控制 因為你每天講話 就講一些你被設定的話語 甚至你走就是走圈圈等等 所以大家對侯友誼的印象就是這樣 所以侯友誼你說實在 對我們而言當然是一個現在的選舉對手 但我不認為這個對我們國家 現在目前為止 比柯文哲構成更大的危機 我認為柯文哲才是我們現時代要仔細防範 尤其是因為中國支持的對象 就是柯文哲 年輕人說侯友誼是路人 柯文哲現在高興得很 說他可以跟中國溝通 因為中國喜歡他 中國會看重他 哇那這個問題來了 除了這樣子以外 淡江大學竟然說只要出席 侯友誼的演說 期末成績加五分 羅教授 你在教主的時候 你可以這樣 當然不行 不過我很好奇 雖然這個講法說 他們有在戲務會議提出來 沒有過 從我以前在教學的經驗裡面 怎麼會在戲務提出來 這樣一個建議 而且戲務會議敢提出來 戲務會議敢提出來 就是有問題嗎 我也在大學教書我知道 告訴你戲務會議敢提出來 大概就過了 問題是他提出來的理由是什麼 對不對 那為什麼沒有過 針對侯友誼嗎 還是說所有的政治人物等等 沒有過是怕人家講話 但是搞不好就是用這個 來給他一個暗示 你來還是會加五分 只不過公開不承認而已 可能他們擔心 就年輕人擔心這個 學校或是主辦人也擔心說 侯友誼來的時候不會有人來聽 所以才要用這種方式來 所謂的鼓勵吸引過去 我剛才查了一下Chad GTP 問了一個問題 年輕人認為侯友誼向路人 這什麼意思 Chad GTP怎麼回答 他說當年輕人形容某人向路人時 表示他們認為這個人缺乏吸引力 無趣或不突出於眾 所以年輕人認為侯友誼向路人 表示他們認為 侯友在外貌或形象上 不具特別吸引力 或者個性表現都相當批凡 不足以吸引他們的關注或興趣 這是一般人認知的路人吧 也就是說 其實坦白講 當每次侯友誼在講說 陳靜欣他當過刑警的時候 這代表什麼 代表他過去四年的市長 加上前面的副市長 沒有任何讓人家有印象的東西 所以他只能提25年前 他這個所謂封工偉業 可是對於現在30歲以下年輕人來講 25年前他搞不好還沒出生 甚至只有5歲而已 怎麼會記得那個東西呢 那個封工偉業還有很多爭議 沒有錯 所以我剛才講的 當一個已經都已經過60幾歲的政治人物 還要提25年前 他的所謂當刑警時候的這樣的一個表現 來讓大家對他有印象的時候 表示過去這段時間 十年來他的政治生涯 是沒有任何印象的 不要講別人 問現在所有新北市的市民 到底侯友誼這幾年當市長 留下什麼讓大家懶懶上口的 沒有啊 他還想把共僚的海洋音樂劑給停掉 要不是大家反對 他搞不好就真的把他停掉了 因為選舉他現在不敢停 要不是沒有 要是沒有這個選舉 或者是他不參加總統大選的話 搞不好他照停 那新北約翰成這樣 也不是他他推動的啊 是在朱立如時代間 他只把他繼續辦下去而已啊 所以這幾年 這四年好了 四年多 他當市長這幾年 有沒有任何大家覺得是他的政績 他可以說出來了 而不是像一個路人傳過水護痕 大家不會對他有任何的印象 難怪人家說他是路人 難怪你去大學演講 學校必須用加分加五分來引誘學生 不然的話可能學生不會來 因為學校已經看到學生不會來 所以才會提出這個建議嘛 提出了這個建議又怕人家講話 所以說沒有過 可是這個建議提出來 雖然沒有過 就是給學生一個暗示 搞不好私底下還是會給你加五分啊 所以在這裡來講 黃創下講了一句話說 路人家侯友宜憑什麼選總統 這句話蠻有意思的 然後看到學生踢爆加五分 齊莫加五分 連藍軍立委都說非常不適宜 我們這邊還有個年輕的議員 領導加五分 不得了 你讀書的時候加五分 差很多 其實我們讀書的時候 都有獲到一些訊息 就是說如果你的這個學期有很多活動 例如說今天你的學院或你的系 剛好恰逢二十週年三十週年四週那種大型的活動 那麼原本在你的那個你的 calendar 你的所有的這個學期的計畫裡面說 你參加這個就可以加分 這是可以理解的 原因是因為這如果放在學習的一環 因為他那個主題是永續的這個人才培育的論壇 現在先不要講邀請的是誰 如果是還不知道邀請的是誰 是參加這個活動去學習這個學習過程 參加這個活動可以加五分 我覺得某程度是可以接受的 這假的 您要講一下大學哪一間 讓大家知道 可是這個 沒有 可是這個淡江大學 你去看他的過程中 他的前提說第一個 他這個事情提到院議會議被打槍了 被打槍 已經確定是沒有辦法通過了 表示 會被打槍 表示說他一開始的學期計畫裡面 根本就沒有這個 所以我覺得 所以跟你前面講的這個 所以我最理清的就是說 如果他原本的學習計畫有加五分 這是可以理解的 可是如果你是候選 就是邀請的人已經確定了 然後我才說 我為了要讓這個場子漂亮 加五分 這是不行的 我們分得很清楚啦 所以我覺得說 這不知道是誰給建議的 誰也要講清楚 到底是原本還沒有在訂這個邀請 演講人的人選前 他就希望說這四十週年傳播學院嘛 這個活動希望大家來參加 而我有一個鼓勵的措施 還是在我確定了演講人之後 還說要加五分 這個差異是天狼之標 不過看到 後者 後者 後者我就覺得非常不適宜 我跟你講這個南偉是誰你知道嗎 這個南偉是個大學教授 是我們羅志正的同事 叫做江啟成 以前也是東吳大學政治系的教授 所以他都講說不適當 所以會很明顯的 這個是臨時提出來 因為為了侯友宜要加分的 對 所以我剛才標準也很簡單 如果是原本的calendar 他當然是可以的 但如果是為了特別的場次 要再加這方式 我覺得任何人都不適當 今天不管是藍綠 這已經是學期末了 快結束了 這時候再提出來 不是針對他是針對誰 這種討論一定在學期 剛開始的時候嘛 所以這時候就這樣調整一定有問題 沒有 剛才最重要的是說 他的演講者有沒有確定是誰 就是有沒有確定這個人是誰 這個其實是這樣的 反正我覺得就交由這個淡江大學 我有稍微去了解一下 他在學期前根本就沒有提出來 所以你前面前面的那個假設不存在 對 所以我後來我提到了嘛 就是說你確定是不是演講人 是誰來決定這個東西 這才能把這些扣回侯友宜身上 否則沒辦法扣回侯友宜身上 那現在顯然 我覺得這是可以理解的 現在顯然是在侯友宜身上 因為連江啟成都出來講話 可是江啟成委員 他只是講一個很general的狀況 如果有這種特定的人 那來演講家有分是不行的 因為本來大學不可能是這樣子來操作 我覺得他是講一個非常 處世截然的一個情形 其實對淡江大學是傷害 我們講實在話 對一個學校來講 這樣子對學校是不好 不管是公立私立都不好 對老師也不好 其實對學生也不好 對演講人也不好 對全部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是對 是黑侯友宜 對侯友宜也不好 所以我覺得 我跟你講有一些人 有一些人 他在過程中 有一些過程中就會去想說 我為了 例如說我跟侯友宜 可能會比較親近或想要 愛知識以害知就對了 對 你想要為他好 可是就害了他 所以這個提案的人 如果確定演講人是侯友宜 還提這個案子 那我覺得真的是非常可惜 領導師這樣子 如果是愛知識以害知 這就不叫黑 因為他的本意 不是想黑他 想要愛護他 沒有想到 那說法太觸操 太觸操就會黑 我要講一下 就是說剛才勇哥提到的那個路人 那焦點團體做出來的結果 那為什麼這個侯團隊 他會把他解釋成正面的 因為我覺得現在的選舉 從二零二走到今天二零二三 要二零二四 這選舉其實就分兩個 就是你的個人是不是可親近的 是不是真的 就是不用透過太過的包裝 我就真誠 我就誠懇 我覺得這是一個 一個 一個項度 如果說侯市長 他是一個非常誠懇 非常直接 非常親切的人 那重點就是說 他本人的特質是路人 我覺得某種程度 就看後續他的這個新媒體操作 是不是好的 其實這樣 真的好辛苦 真的好辛苦 你不懂 年輕人的語言 年輕人的語言 路人不是親切 路人是路人 不是假 根本跟我們不一樣 他很誠懇說他是路人 其實我跟你講 路人就是冷漠的意思 因為你 大家走路 你無緣無故說每一個都很親切 如果你到西門町去 那個路人是幾萬個 經過你身邊 你說每一個都很親切 這個也很奇怪 不過也讓大家看一下 王不見王嗎 侯友宜二十七日高雄 建韓有變數 郭台銘也取消了行程 侯友宜將見王金平碰不到韓國瑜 因為韓國瑜跟郭台銘都歪了 都歪了什麼 不讓你不期而遇 因為前兩天我們都講 侯友宜可能故意 人家兩個不一樣的場合 所以侯友宜可能故意 跑去韓國瑜的場合 那韓國瑜總是不好意思 不見你啊 那乾脆取消讓你見不到 就是這麼簡單